左边的部分呢是我们要查询的资料 这个等于是资料 那这个部分等于是有点一个查询的界面 比如说我今天要查什么 比如说查询编号 假如我想要在这边输入某个编号的时候 它可以自动帮我带出 等于是比如说005 帮我把其他的资料呢 分别自动就带过来 那如果我修改了上面的编号 它也还是一样会带它相对应的资料到这个底下来 OK本来是横向的啦 那当然只是一个转换 就是变成纵向的 那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当然一般习惯上 也许上面的编号 如果你用让使用者自行输入的话 其实风险还蛮大的 因为它可能找 它不知道到底输入多少 可能超过也可能是范围不正确 所以通常呢 我们第一个当然会把这个查询编号 也许把它做成下拉式清单 做一个下拉清单 让它可以自动去产生编号里面的所有的资料 那一般性的习惯 通常会这样的 如果你要建一个下拉清单的话 可能你要知道说 在资料里面有个资料验证 资料验证里面的话 它当然会问你几个问题 那第一个你要把它做清单 你可以把它任意值变成清单 不过清单它会问你一个来源 那来源我是比较建议 当然你可以直接用选这个范围 不过我比较不行 我不太建议这样的方式 因为这样的方式如果你跨了工作表 就可能有问题 尤其旧的版本它不能跨工作表 那即便是新的版本 你跨了工作表 来源 可能你也不太聊 你也有时候不知道这来源 到底是哪一个工作表 除非你切到那个范围去 所以我的习惯通常 我会把这边先设定一个 比如编号底下这个范围 我会先用公式里面 从选举范围建立顶端列 先把这个地方先建一个对应的编号 名称的话 就是这个名称加一个范围 利用顶端列的方式 从选举范围建立顶端列 帮我建立一个编号 再来这个地方 也可以怎么样呢 再到资料里面 资料验证 可以给一个清单 清单的来源 你可以按F3 F3的话 可以把编号选起来 这个时候当你向下拉 它自动会帮你把这个清单 给资料带过来 如果说我今天有个清单 那如果我今天也可以把资料 自动带过来的方法 当然不只是用Docab 甚至你可以用什么 比如插入函数里面 我们今天就要讲有关于 检视与参照之类的函数 当然这里面常用 最常用的也许像VLOOK函数 不过VLOOK函数 就是他有一些限制 就是说他查询的话 他只会查他的 你给他的指定的范围的第一栏而已 也就是他不会去查其他栏 所以这个当然就会有一些限制 如果你要查询的栏位 并不是在第一栏的话 那可能就会有问题了 那当然这个你也可以试着用 或者是说我们如果不是在第一栏 其他栏的话 你可以用Docab 或者是像什么index 或者 indirect offset 类似像这几个 或者有时候会配合match 这些函数呢 他都可以达到查询资料的目的 那其中的话 我们先来看一下有关Docab 那Docab其实这个函数 非常的算是 参数其实不复杂 按确定 他会问你几个问题 反正就三个问题 甚至会比那个view函数来的简单一些些 首先 他的第一个参数跟view函数一样 就叫一样是lookup value 意思就是说 你要查询的知 你要查什么东西 那我要查编号 所以你告诉他说 你要查这个编号的部分002 那第二个他会问你说 那你lookup的这个 lookup vector 这个vector应该指的就是 那个范围在哪里 就是你要查这个002 那你要告诉我这个范围 所以我把这个范围告诉他 那因为刚刚我有一个叫做编号 所以其实这边你可以按F3 然后给他一个编号 其实给一个编号 或者用选取的最后结果一样 那你要找什么呢 找姓名回来 所以姓名回来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用F3 不过因为我刚刚没加 我把它取消一下 那我们一样 把这几个 如果我一样要把它用名称来做后续的动作 我会觉得比较方便 所以我的习惯还是怎么样 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切到公式里面从选取范围建立 一样是顶端列 他就会自动帮我建立这四个名称 那你可以切到名称管理员里面看一下 包含就是姓名 总销量 你可以再check一下 看那个范围是不是对的 如果没有错的话 那基本上直接把它关闭 那一样我们就是再插入这个 简直于参照里面的Lugar函数 这个他 然后一样按确定 LugarValue 那这边的话 其实我是觉得用名称的好处 真的还比较直觉 而且比较不容易做错 反正你要什么 你就看一下 这姓名 那你就把这个姓名 他就是会在这个范围里面 那因为这个范围里面呢 是一个阵列 会有他相对应的正列的顺序 叫index 锁引值 所以在找到同样位置的时候 会把相对应的位置 比如说这个张显雅 帮你把这个姓名的部分带回来 所以这个时候当然你会出现张显雅 那其他的资料当然也是一样 所以把这边置中一下 其他的部分也是一样 那当然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同样的方法了 不过这个恐怕 可能还是要 必须要复制之后 把公式再带到其他栏位 那只要修改这个栏位 比如说其他的话 F3 那我们再把总销量把它加上去 OK打勾就可以了 那一样的方法 就分别把其他的栏位 那我用那个名称的方式 分别把它加进来 这个是名次 OK打勾 然后这边最后一个是业务水准 所以这边的话把名称 deleteer掉按F3 那就业务水准 可以按打勾 这样的话呢 就分别完了 那我把它自重一下 OK全部自重 所以如果你做完毕之后呢 当然你向下填满 直接点选任一个这个资料的话 他就会自动带出他其他的资料 那理论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带过来资料都正确 OK这个地方的话 第一个用那个这个lookup来做 但是比较长 经常性 他大部分 通常会把 就是你的资料 跟这个会放在不同工作表 所以你如果做完之后 那当然你也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两个部分分开 也许再插这个工作表 这个名称也许要查询界面好了 然后可以把这边这边的资料你可以把它剪下来 查询界面也许在空一栏空一页的位置把它贴上 当然你会发现贴上之后啊 如果你是用名称的话 向下他还是会work 把查询界面放在前面好了 这样的话你可以等于是 资料归资料 查询归查询 你要带哪一个资料 他就可以很轻易的让我们把这个结果给带出来 当然你做完之后你也可以想一想 那如果我今天不用若干了 我可不可以用VLUPA函数来处理这个问题 当然可以啊 可不可以用我刚讲的index indirect offset 反正很多其实也都可以了 只是说 要怎么怎么来处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待会也许 可以先了解一下 我刚讲的那几个函数 那几个函数啊 那几个函数啊 虽然 其实可能不见得你会经常使用到他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啊 假如说呢 你用VLU函数没办法处理 刚刚所讲的这个问题的话 那也许啊 你可能就要改用 其他的函数 就像刚刚这个lookup也是一个 补足那个就是 VLU函数不足的 一个选项 那除了用lookup之外 当然刚提到 也有那个index index也其实蛮 蛮常用到的 其实后面我们还有一些范例 也会提到 类似这些相关的应用 先试试看 那么多 谢谢大家